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健康服务中心将六大类的食物与我的餐盘口诀、国民饮食指南等原则结合专业的营养师、厨师及烹饪老师共同编制成册 内容清晰、易读也容易执行 欢迎大家参考使用 我的健康餐盘手册结合专业营养师、厨师及烹饪老师共同编撰 以浅显易懂的图文并茂方式呈现 并编制饮食记录挑战赛 帮助民众在做选择时 能明确地将高热量食物替换成适合的餐食 鼓励民众将我的餐盘均衡饮食图像及口诀应用于日常饮食 我们常听说要怎么吃的健康 但怎么吃才能功夫有健康的标准 所以我们到我们去健康服务中心 就将六大类的食物和我的餐盘口诀 结合编制成册 可以照着我们健康餐盘轻松来实践健康饮食 手册内容包含了国民饮食指南 该是多少卡路里和健康菜色自己来 还有素食的饮食原则 这些手册内容符合了清晰意读意理解 民众容易执行健康行为的健康传播素材 所以也荣获了 微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2021全民购健康心意购 全国手册类的金奖 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 健康餐盘手册 我们是结合专业的营养师厨师和烹饪老师 来共同编撰 浅显易懂图文并茂 能够帮助民众在做选择的时候 伦众明确的将高热量的食物 替换成适合的餐食 我的健康餐盘手册中 也透过QR Code扫描 可以观看健康服务中心制作的影片 让料理更简单易懂 跟着影片就能制作美味佳肴 例如这道彩酥拌凉粉 从食材准备到制作步骤 简单轻松就能完成 那首先呢我们今天 因为我的这个手册里面 我的健康餐盘里面 其实有非常清楚的看到 我们有六个口诀 那其实这六个口诀是很简单 你就可以照着这六个口诀来吃的时候 事上你的一餐就达到均衡营养的一个目标 那首先包括了坚果种子一茶匙 就每天早晚一杯奶 那每餐水果全猴大 菜比水果多一点 那再饭跟蔬菜一样多 以及最后的豆与蛋肉一掌心的部分 我们这样子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我们每天的摄取量 每一餐的摄取量 那另外呢 那民众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 我该怎么如何去确认 我们有吃到足够的一个摄取量呢 我们可以在手册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有我的饮食记录的部分 那民众就可以很简单的 我今天饿了一杯牛奶 我就圈一个圈 我今天吃了一个水果 我就圈一个圈 我今天吃几盘蔬菜 我就圈几个圈 所以就可以清楚的去对照 我的饮食摄取量是否是足够 或者是不足的 那另外呢 我们手册里面 我们也利用了一些 简易可行的一些料理方式 所以民众其实很简单的 你可以用手机进去掃取 然后都可以很清楚看到你的料理 包括比如说像橄榄油菜炖饭 那是利用好的橄榄油 以及用蔬菜的鲜甜下去炖的一些 下去进行做炖饭 增加蔬菜的一些纖維摄取 那这道料理 那当然包括有全部杂粮 蔬菜油脂 那另外呢 比如说像树腺本爬菜斩 这道菜呢让是利用蔬菜先下去熬成高汤 跟以往的高汤是不太相同的 那我们再利用高汤来炖娃娃菜 这样整个料理里面 我们可以吃到蔬菜的鲜甜 以及增加蔬菜的摄取量 那另外一般我们在过年年节当中的 湯品通常都是比较高油高达固存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四井蔬菜豆浆锅 那这道料理呢 我们就会把它来做成汤品之后 可以有别于以往的年节的时候的一些高油品 高油的一些汤品 可以避免高胆固存 高油脂的一个摄取 建议我们大家能够每周从事至少150分钟 高强度有氧的身体活动 在在年节期间如在享受美食之余 在旁边的规范内 可以约约清晨好友出去外面走走 去脚踏车 适量的运动来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我的健康餐盘 吃对了健康就对了 手册刊登于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网站 内容结合专业营养师厨师及烹饪老师 共同编制 咨询正确有保障 欢迎民众下载使用 记者温云俊台北报导 您看过袖针模型的文创艺术吗 擅长运用各种素材来创作的黄丰兰老师 透过袖针模型拟针的制作 为民众保存了人生中重要的回忆与场景 也成就了一种文创类型 带您一起进入迷你世界来仔细探索 当初要做这个是我决定的 那是因为我看到应该说我看到我爸爸他走着 我就还蛮难过的 那我也是希望说透过我用这种方式的 应该是说能保持 其实因为我有答应过我爸爸的一件事就是说 电面要一直维持下去 但是因为要维持电面实在是太困难了 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去把 他留下给我们的东西给保存下来 对就是这样子 对我们来说 我们常常就开玩笑的说 我们当然也经常看到业主掉眼泪 掉眼泪 所以我们常常就觉得说 他的眼泪就是我们的这个动力 对 画面中这个传统杂货店的袖珍模型 是黄丰然老师费时两年制作的 透过委托人提供的照片与现场勘察 还有双方无数次的沟通 终于完成 而为什么要制作这个传统杂货店的袖珍模型 其实背后有一段温馨的故事 他第一时间就带回去中和的那家店 妈妈把旁边邻居所有全部都揪来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刚才有说那个招牌有二三楼 他有去把二三楼的邻居找来 然后就大家在那边一直看看很久 然后连那个外面跟他们租摊位的那些摊商 他也来看 他说你去哪里怎么这么好可以买到这么好东西 对 所以我们觉得蛮欣慰又感动 因为以前我父母他毕竟是从南部北上 所以他什么都没有 我们可能在 像你看到外面不是说那些摆摊界啊 然后开始慢慢叫从租店面 先租汤位到租店面到自由店面 所以我爸他把这家店看得很重要 对 那我也是喜欢做这个东西留下来 感恩给我的小孩 这也是我觉得也是神教的一种 就是说让小孩知道说 很多事情你是要努力 你才有办法去突破现状 让委托人全家都很感动的 这个杂货店袖真模型 制作过程相当不容易 去看到杂粮行 我看到那个东西真的傻眼 实在太多了 瓶瓶罐罐 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都有 像以前早期 我们就人工一个一个去做 现在现阶段没办法这么做 所以变成都是开那个3D模 3D的那个素材模 所以开出来之后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你看他表面都可以看得到那些纹理 像这个就是他里面可能是酱油类的嘛 酱油类的我们可能就是用那个 签字笔 他本来是透明的嘛 那如果我们要让他做出好像酱油 不要那么满的话 我们把黑色签字笔就涂在这边 把它涂满 他就会有这种黑色 黑色黑酱油的感觉 还有这位在台北创业开餐饮店的老板 因为房东涨租 很无奈只好搬家 因缘际会下 也委托黄丰然团队制作袖珍模型 让他与伙伴创业的Kigetsu 能够透过袖珍模型文创艺术 把创业的情怀完整地保留下来 让他相当感动 当他们在做这个屋子 他不是给你一个新的屋子 他就是给你一个当时 你的机中的一个屋子 所以它是脏的 他把它做脏 然后有点那种油油脏脏的感觉 然后你会觉得说连这个痕迹 都在这里 对啊 这就是我们当时忙进忙出的地方 第一个就像前面讲的就是 想要留一个回忆在嘛 那个是一个重要的记忆点 然后第二个呢 也是让我们一些旧的客人 我们很多旧客人他们曾经就是在旧店面 然后呢 然后可能跟着我们到这边来了 又或者他们后来长大了 然后也各奔西东了 没有再来我们这边 但是如果他们有机会回来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曾经在那边有回忆的地方 那第三点也是让我们的 以前的一些员工们同事们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曾经的 曾经就是把他们炒得要死要活的地方 对 这个地方 多年来 黄丰然老师与工作室的伙伴陈一生 一直透过袖珍模型 协助委托人还原人生的重要时刻 多半是记录家庭温情 或是人生中的开心成就 今年偶然有机会 与现代妇女基金会合作 但却也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挑战 因为基金会这次请他制作的模型 是关于家暴主题 它也是3D就是列印出来 可是我们特别把它割破 地毯 地毯我们就故意用一些油脂啊 油脂啊水啊 然后火烧的感觉啊 对 然后就是小朋友的玩具也丢得到处都是啊 对 就是很多个案 然后看到的那些状况 而且其实真的非常生活 包括比如说 里头真的什么电风扇啊 然后什么摇翼啊 然后椅子可能断掉或破掉 然后吃过的泡面啊 那些零食包 我觉得这东西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生活的 可是其实你会发现 哇 原来一墙之隔 有这么多的故事 然后其实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浪 我觉得不是说我们的家庭有多么的幸福平安美满 其实真的都有一些问题 可是我觉得真的如果到身体是被受伤 就是受伤的状况的话 我觉得是真的或许需要走出来 或是需要给一些支持跟鼓励 在我们过往这些温暖的场景里头 现在要把它做成 特别是家暴的那种背景 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困难 因为他要把它做新之后再把它弄救 要把它做破这样子 那这一次的话我们请黄丰南老师来 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模型 然后一个家暴发生以后 家里的情况产生了一个变化 跟他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对每一个人心到底有没有一些的刺激 或是一些的感动 或者是一些的认知 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 原来在经过这样的一个打闹的过程 甚至有这样比较激烈的 这样的一个肢体语言的时候 那可能家里面的东岛西歪 让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 那可能产生了一种没有安全感 再跟着黄丰南老师 来到台北市的都市再生愿景馆 这也是他与伙伴的新挑战 主要是关于都市再生议题的秀真模型 在展览馆中 可以看到他们制作的 台湾都市更新发展中的三个重要案例 有台北文林院 台北南机场 以及高雄城中城 我们这个模型的建制 主要不在于说 我们不是强调我们是 对于建筑怎么讲究这些结构体的问题 而是它整体的氛围 我们希望让民众看了这个作品之后 才发现会省思说 那我家里面的老房子 未来的变革会是怎么样 如果我现在不好好整修它 或者是以后建筑要跟我们谈的话 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对 那我们可以帮我们自己追 就是把关注什么样子的权利 透过袖珍模型文创艺术的呈现 让民众看展时更能融入每个都更案例 当下所面临的问题 引人深思 而对于政府民间持续推动老旧都更时 更深层的人文意涵与城市记忆 除了图像跟影片 黄丰然老师认为 袖珍模型创作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可以兼顾具体意象与人文艺术性 我的想法是说以前的样子是这个样子 那这一块基地以后就会变成现代化的建筑 那如果这些老住户 如果我是老住户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我回家 看到这个大厅里头 有一个这块土地上 原本就住立在这里五六十年的这些老宅 那我除了新房子我可以住之外 我回家在大厅 我可以看到说 我们家以前就在这 这就是做一家 做一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记忆的连结 而且这个连结 它除了建商 我觉得它可以扮演是一个软性的东西 跟住户之间的一个磨合 你可以讲故事 搞不好它就变成是一个观光景点 也不一定 就是城市走独的这种景点 黄丰然的袖珍模型文创艺术作品 不但带给民众赞叹的视角 同时也珍藏丰富的人文情感 也让记忆更有温度 让美好的那一刻时光 凝结在你我眼前不断涌现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HOME PLUS 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 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台北市警察局警用无人机队正式成立 市警局表示无人机队可以结合市警局监视器 及微波设备即使传送现场画面 目前更有五台无人机和二十二名已经考取证照的队员 未来将应用在交通书岛和刑案侦查 从地面到天空建构立体搜证 全方面掌握现场的危安状况 不管是从空中监控交通车流 以及大型集会时的人流状况 或是搭配热显像功能 在侦办行案时取得战术优势地位 台北市警察局首支无人机队正式成军 现场展示各式大中小型无人机干扰枪等设备 市警局表示无人机队可结合监视器 及微波设备 即时传送现场画面 从地面到空中 全方面掌控现场状况 成为维护治安的行李器 我们现在市府 在科技舰警的一个政策之下 我们市警局对于科技侦查设备 非常的重视 所以其实我们在很早 在109年开始 就开始编列预算 规划要成立无人机队 那无人机在我们的翻队正查上 最大的功用就是 它可以很快速的很激动的 而且是隐匿行踪的一个状态 来帮我们做高空的收整 特别是夜间 或是一些场域 不容易抵达的场域 可以帮助我们做快速的俯瞰式的收整 在我们政办形象上非常有帮助 是的 我们会跟市政府工训处 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个训练单位 来合作继续扩大机首的一个训练培训 那希望可以在明年112年 将我们的训练飞手 提升到30名以上 根据现在民航法规的规定 那现航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黄区 是60公尺以下 是不受飞行限制 绿区120公尺以下的飞行 也不受飞行限制 所以我们只要 我们台北市呢 大部分都是在黄区以上 甚至是红区 那如果在黄区的部分 我们只要在60公尺以下实施飞行 搜证应该可以应付大部分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有必要飞行到60公尺以上 或是到红区去进行飞行的话 我们会先跟民航局去申请限制飞行排除 排除飞行限制的部分 让我们的勤务可以这个顺遂来执行 国庆日的部分呢 我们执行勤务最主要会是放在干扰墙 那无人机的部分呢 因为国庆日它有它的 比如说有这个飞机进场 有一些阅兵的仪式 我们可能会考量到 是不是有需要用到无人机来进行我们的勤务 那这部分应该还是要配合整个国安的规划 所以大部分我们国庆的勤务上 会以我们的干扰墙 为我们主要执行的设备 我们会四枚是选举的勤姿 还有它的一个人潮聚集的情形 来衡量是否是要派遣无人机 那通常我们会是以交通观测为主 那这个选举的造势场合 也会以干扰墙为我们主要的这个执行的一个项目 由于无人机它的这个设备是日性月异 那包含像热险相关的一个附属的设备也是每一年都在进步 所以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明年其实已经办理采购 那明年会正式那边 有具有这个无线这个红外线跟热险功能的无人机 会有两架那边 那未来如果有更高档次的这个更高规格的设备需求 我们会跟厂商来讨论用租人的方式来 假设有临时有任务要执行 我们就用租人的方式来执行我们的任务 因为其实无人机这个东西 对我们就是一般派出所的请务就是比较不一样 那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做接触 那因为我们当时是有一周的训练 那都是在户外 那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所以可能一开始比较陌生 但是因为教官他都会一一的指导 所以现在长期下来就其实还算可以 因为我们不会单独飞行 那我们旁边都会有一个观察员做陪伴 那其实有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 其实旁边的人都会给予协助 因为我们都是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协助犯罪侦查 那可能那个请务跟一般的练习 当然是要就是更加的小心这样 市警局表示由于台北市车内机关林立大型活动 及集会游行频繁 治安及交通状况较为复杂 过去远景执行犯罪侦查 聚重违安及交通疏导等勤务 常受限于装备及地形 而警用无人机具备隐匿 机动快速等特性 将可大幅提升战术执行成效 保障远景的执行安全 最主要的功能是要阻断无人机的跟操作者之间的讯号 那阻断的范围呢大概可以在500至1公里之间 都一旦一发现马上可以进行阻断的动作 那阻断的效果 包括使无人机迫降 或者是使无人机归航 那一旦它归航呢 就更有利于我们去查找 谁违法操作无人机 所以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 防止无人机进入到限制的场域 或是干扰活动的进行 我们来做这个无人机讯号阻断的动作 那接下来的部分呢 是我们历次发现了可能需要夜间 或是需要热险等不同的功能 来去发现无人机 那所以我们增加了望远镜或是热险的 相关的一个无人机的机具的配件 然后再往后 这边是我们的机队的主要的一个机型 那这个比较小台呢 是Para法制的机型 那这个机型呢 它很轻只有320公克 所以它影翼的效果非常好 虽然轻 可是它可以抗高峰组 五级峰的部分都没有问题 而且飞行的时速最快可以到 每小时55公里 飞行的时间呢 大约是30分钟左右 那这边呢 是我们主要我们的主力的机型 这两台是我们跟 这个协力厂商中光店 来合作研发的机型 那这款呢 主要它的重量呢 是3.2公斤 所以呢 它也是这个四轴的旋翼的这个无人机 它能够承载的重量也比较重 那未来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机型下 去搭载 搭配这个热险鱼跟红外线的部分 那这款的机型呢 最快呢 时速可以飞行到60到65公里 所以也是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方便 那接下来第三款 是警政署 警政署所播发的 这个卓恩智能的这两款 这两台 是卓恩智能的型 那它更重 它是4.5公斤 那它主要是还是操作在这个 风势比较强劲的时候 因为这个重量比较重一点 那飞行的时速呢 最高呢可以到70公里 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机型 那目前如果我们有不足的地方 就会比如说需要热险 需要其他的功能 像这几款都具有4G传输 所以刚刚副市长指示的 像将数据即使回传到大数据中心的部分 这几款都可以做4G传输的动作 那未来如果有更高的传输需求 或是红外线热险鱼等 视线上的需求 我们可以再跟厂商来做 这个规格升级的主任 我认为警察局应该要扩编 在我们的CCTV 还没有装更精密的镜头之前 这个是有必要的 另外我今天是希望说 这个机队里面应该要跟什么联系 现在我们在做智慧路灯 智慧路灯指示它是一个载具 上面我们有5G的这个机器 然后我们收集的资料 要往哪里传 要往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大数据中心来传 这代表说 我们台北市的大数据中心 可以马上掌握市区里面 所有应该管理的资讯 应该管理资讯 那最近COVID-19 我们大数据中心也知道在我们的集会的时候 人从哪里进 人流是往哪里流 我们都有记录 另外就是把整个的大数据 包括COVID-19所产生的 这个已经确诊的人数的分布情形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交通 包括计程车的这个在整个道路上的密布的情形 所以如果今天无人机队 慢慢的我们建议更为广泛 相信把即使的资料 传到我们大数据中心的话 对我们市政的管理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帮助 当然我们这个无人机队里面 包括说侦查犯罪交通的观测 以及最近我们青山公的这个绕境 灯结等等都发挥很大的功能 我想这个我们是科技进步的时代 尤其是AI这个慢慢的发展的时代 我们应该精力求精 不只是我们的机械设备要进步 另外我们的管理更要进步 我们后勤的包括这个叫lesport 就是这个仪表板的部分 我们可以充分的显示 目前市警局配有五架无人机和22名 具有专业飞行证照的队员 112年将增列两架 具红外线热显向功能的无人机 并扩大飞手编组 持续提升机队的能量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迈入第12届的长庚永庆杯入跑 台北嘉义高雄三地 将在10月30号同日开跑 台北会场在总统府前广场举行 长庚医院指出 今年邀请有跨栏王子号称的田径国手陈杰 担任活动代言人 也鼓励民众养成规律适度的运动习惯 可以有效提升免疫力 降低疾病的发生 长庚医院将在10月30号举办2022年 长庚永庆杯入跑 台北嘉义高雄三地将在同日开跑 这项入跑活动今年迈入第12届 长庚医院表示 与病毒共存已经是全球因应疫情的趋势 而运动是提升免疫力很好的一种方式 因此长庚永庆杯入跑 今年照常举行 今年的路跑活动也邀请有跨栏王子称号的田径国手陈杰 担任活动代言人 首先呢我还是要感谢说就是长庚 对我就是这么多年来的训练的支持帮助 那即使我们每天在长时间的训练跟跑步上 我们其实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热身嘛 那热身就是在唤醒你的身体 然后有助于就是帮助一些伸展的一些肌肉 还有活动一些关节 然后这些都可以有助于提升你的运动表现 那再刚刚说跑步我们常需要使用到的就是肌力 那肌力就是支撑你的肌肉 然后也可以降低这个受伤 还有这个肌肉的这个几率发生这样子 那其实如果我觉得说像一般跑者的话 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像是起立蹲下 深蹲啊或是弓箭步分腿蹲这些 从简单的开始 那如果还需要更 需要更专业或是提升自己的话 其实像现在我在外面也蛮多这种跑团 或是我们可以从网路上去学习一些知识这样子 那在每天的高强度的训练过后 那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话就是所谓的收操 那收操也是可以增加这个恢复的能力 然后来接受隔天这个更高强度的训练 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我们三届奥运参赛国手 也是我们国内400公尺 系路的保持人陈杰陈选手 担任我们的活动代言人 刚刚我跟他站在一起 我就想要跑起来了 那每一年的路跑我们都有一个主题 可以让大家跑得更健康 所以今年的主题就是如何正确运动 有效提升免疫力 那么这两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像我们国人都很配合施打疫苗 那么政府也在公告10月13号 就有机会开放边境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与病毒共存 那么如何提升我们免疫力 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那路线上来讲 我们安凯是从 从早上的第一场 是6点的竞赛组10.5K 那也是刚刚我跑到黄金路线 就是我们跑的是仁爱路 那是由西向东 那到了竞赛南路左转 到冰箱街做一个折返 那这个人数有3000 大概700位左右 也非常的不容易 那第二场6点4分 就是我们休闲组的 那我们这边 除了我们的一些选手之外 我想喜爱运动的 甚至我们长庚体系的 这边也包括整天有7000多位参加 所以这个路线上来讲 我们就比较稍微简单一点 就是仁爱路西向东 中东湖出发 到金山南路口折返 林口长庚医院肾脏科医师指出 肌肉是人体重要的免疫调节器官 规律适度的运动好处很多 也可以促进肾脏功能 但中高龄民众 还是要衡量自身的状况 调整最适合自己的运动量 当你的透过运动以后呢 你的抗体 你的体系绑都会变好 所以它对于这个 急性呼吸道的感染也会变好 那此外呢 运动因为它会消耗我们的能量 所以可以改善肥胖 改善第二型的糖尿病 那这些都是COVID-19 它的重症的因子 所以这些东西也都是有帮助 那运动很少大家都知道 对于心血管是有帮助的 那很重要是运动可以减缓免疫老化 那对于肾脏其实是有帮助的 因为肾脏病最常见的原因就是 糖尿病跟高血压 所以透过运动改善糖病 改善高血压 当然对肾脏是有帮助的 而且我们多慢性病的患者 平常会感到焦虑 或者是我们现在在COVID-19的时代 你不小心得到COVID-19 然后可能要被隔瘾 其实大家都会有焦虑的情况 怎样改善 运动就是最好的解放 运动的话其实是根据每个人的需要 以及每个人的状况 来调节最好的状况 所以如果是中高龄的人的话 我们会建议如果平常没有做过运动的 可以在路跑之前 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训练 那这样子可以让自己身体的状况 慢慢可以适应比较长程的路跑 那在路跑过程当中 在选择的时候 如果之前比较没有经验的 我们可以不需要去选很长的 可以选短一点点的 那而且运动的过程当中 不需要跟别人比快 因为目的是要健康 而不是需要去跟别人竞争 那根据自己的状况来做调节 那有不舒服的时候随时停下 因为在我们路跑旁边 都会有我们的人员在帮忙注意 那另外就是在路跑的前一天 请大家好好的睡一觉 让身体保持最好的状况 当天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 来参加我们的路跑 长庚永庆杯路跑活动 今年也结合许多协办单位 共同参与 长庚体系工艺及乡务 阿波当天也会在现场 和民众互动拍照 目前网路报名已经结束 想参加路跑的民众 10月6号起可向各地的 长庚医院报名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为了要响应2022国际失智症 上月主题 认识失智症及阿兹海默症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 特别邀请到奥运金牌选手郭信淳 与资深艺人许杰辉 联手斗趣的演出为电影 透过生动的剧情 让民众了解 失智症会出现哪些警讯 并呼吁共同来营造 失智友善的环境 奥运金牌举重选手郭信淳 与艺人许杰辉 与国民健康署合作 演出失智友善的宣导为电影 两人幽默逗趣的演出 带出了罹患失智症可能出现的症状 令人印象深刻 呼吁家人不要忽略这些警讯 及早就医不耽误 另外影片中也推广 失智友善的观念 那现在来练肌肉啦 好吧 那我们把亚铃举起来吧 好 亚铃齁 亚铃 我的亚铃行 各位哥 我的亚铃 诶 哥 跑来啦 这样快穿包 赶快去 赶快去 我都可以穿包 这样子 诶 教练啊 不然我嘴巴喝口水啦 等我一下啦 好 好 这我说要切 亚铃呢 在这里 我都没有啦 那 那现在要切这个 非常好 要来长肌肉啊 那在维电影的义哥 有这个在热身的时候 数错拍子这个问题 数错拍子 判断减弱的这个征照 对 那把亚铃放在冰箱 是物品错置的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在对于自己熟悉的这种运动 感到困难 这就是一个就是不再生认的这个警示 那其实有这些征照去我们不要去忽视他 就是 急倒的去到医院这样去做一个 请医师做一个诊断 看到大家这么热情 就知道大家也很关心 关于这个失智问题的 大家真的要共同的多一点的来关心这样 那刚刚我们影片里面 或者是我们前面 很多的这些讲解 我相信 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我其实这次合作 我比较跟他们在沟通的过程 我比较强调是说 如果家里面有失智的病患 那第一个不要认为说 哪有这个病我没有 然后感觉不好意思不用 就真的好好的去就医就好 不要认为说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那第二个是 家人友善的共同陪伴 比方说他如果做错什么事情 然后请不要对他有一个不好的表情 我模仿给你们看 你这样 就是老师 对这样子的那个患者 不要有不好的表情 所以他一直在挫败一直在挫败 我觉得会加深他的病情 可不可以友善 或者是更有技巧的跟他互动 那当然可以远离一些危险 或者是问题 所以我在这一次的 这个微电影里面 有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就是友善的对待 那其实我还蛮感谢结合老师 其实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他有发现到我的一些不安 跟那种放不开的感觉 对所以他一直都会来引导我 然后指导我 然后就是让我可以比较放开的去去演 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谢结合老师 其实他的精湛的演出 大概刚刚也看到这样的影片 其实你会非常的深刻记在脑海中 其实是真的有哪一些征兆 去从他的演技里面 就可以就是很清楚的烙印在自己的脑海中 对 我第一次跟郭静淳见面的时候 我们是去开会 然后我们见面的时候 很友善的有握手这样 但是我心里怕怕 我想说他有力 他手不知道把我抖下去 可是我跟他一握手 我整个人眼泪就快掉下来了 就是感动 人家那个练 练举重练到 我们如果说 手上有长茧是一颗一颗的 他是练到长一片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哇这个女孩子长得漂漂亮亮的 要吃多少苦 才可以有练出这样的成就 不好意思我刚刚是前一趴要讲这一个 我就忘记了 你可以原谅我吗 可以 好 那我接下来来讲这个就是 我们寻求协助 好 那么 其实各地的共造中心 都可以得到一些协助 最主要是 我们出来有人 有这种状况的话 是到各大医院的精神内科 或者是精神科去求助求诊 好啊我们大家 如果去挂好 就要挂到 所以不怕黑白挂 这样 郭信纯与许杰辉很开心合作 演出为电影 互夸对方敬业又专业 而为了加深民众对于失智症的认识 国舰署也安排举重女神郭信纯 现场停举失智症十大警训的举重 因为我们应该从来没有看过 信纯举这样的举重 哈哈哈 这个举重多重啊 对他来说一定是一块小饼干 一块饼干絮而已 不只是一块小饼干 好接着我们请信纯就位了 可以了吗热身好了 好我们大家一起使三二一好不好 好三二一我们给他加油鼓励 三二一请举起 认识失智掌握健康 大家一起来做我们的健康金牌选手 卫福部政务次长王毕胜 与国民健康署署长吴钊军 及长期照顾司吴希文副司长 也共同出席这场 失智友善的微电影发表活动 希望透过影片的宣导 让民众对于失智症有正确的认识 做自己的健康金牌选手 我们常常看到我们一些老人 他就有的时候他平常不是这样 可是他现在疑心病病很重 通常我们都说那老人电 沒關係那老人电 不要插不着就好 其实这些都是警讯 比如说他平常以前他不会很多疑 他现在会说我东西没有 是不是你把我偷偷 怀疑家人偷他东西或是什么 这些都是很明显 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去忽略他 另外就是这个记忆衰退 有时候我们讲说老人家 可是有时候我们要去注意他的程度 就是说他以前好像有时候 稍微忘记一点事情 可是忽然之间好像差很多 怎么连东西摆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一起生活的人 才会去注意到 比如说他平常只是说 哎呦 这个人说没头发 有时候数字记不住 可是他连就像刚刚 连雅铃都会放错地方 都不记得我什么 我在一二三算到四的时候 四讲不出来 像这些都是生活上 我们会去注意到 可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的 我想这样是 是提出这些例子 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 这些相关的这个症状 我想这个前台湾 包括我们的友善的一个商家 那我们都希望说大家一起来 那今年老爵铃铃呼吁的是 希望大家在一起 那我们能够可以做的更多 所以我们在实质的工作中心 目前全国部件大概有110几个 那么我们的市集据点大概有500多个 那我们的所谓的营养中心 社区的营养中心 目前在最后10个 那希望说我们这样的逐步拓展 能够让整个我们台湾的话 未来对于市制者能够更认识 那也希望透由今天的所谓的记者会 能够这样的维电影 提高民众的健康智能 也能够提醒民众大家对于市制的一个认识 国建署也指出台湾市制症资源建制至今已超过10年 长照2.0计划已纳入50岁以上失智者 提供各项服务与协助 希望大众能关注失智者与照顾者的处境 共同营造关怀包容的失智友善环境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双向园是台湾驻美大使或代表接待重要宾客的场域 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即将在华盛顿双向园 举办台湾工艺形象展 以Green Talk为主题 展出28件台湾跨世代工艺家的作品 透过这项国际性的展览活动 展现台湾推动绿色工艺的卓越成果 3 2 1 起 起 动 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张仁吉与多位嘉宾 一同用木锤敲击木损 宣告即将于华盛顿特区时间10月5号 在双向园举办台湾工艺形象展 展览以Green Talk为主题 展出28件台湾跨世代工艺家作品 以工艺创造对话 展现台湾工艺友善自然 社会与职人的工艺精神 我们企图以这个Green Talk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来做诉求 那我们以工艺为戒指来做探讨 那我们想工艺不只是一个物件 所以我们企图以Green的这样的一个value 或价值或精神来做我们所要传达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精神 因此我们所谓的Green讲的是一种以绿色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主张来做描述 那所谓的绿色强调的是一种 台湾工艺着重这种自然循环平衡宽容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精神 所以因此我们以绿色的这样的Green来做我们的content的基底构想 我们名为Talk讲的是双线圆这样的一个国际对话的一个空间 事实上它就是一种文化的对接关系 是一种文化的对流关系 不只是视觉的一种这种表面的或者是视觉上的这种的一个对话关系 因此我们就以GreenTalk来作为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的一个策展观点 那我们的曲见 我们有来自台湾各个世代的曲见 我们有来自陈锦灵的作品 我们有来自于业界剧的作品 我们也有来自陈锦竹的新世代的作品 我们有来自传统的工艺的作品 我们也有来自3D电影的作品 所以因此作品的取向有多元的技巧 有多元的素材 有多元的想法 也有多元的舞蹈符号 那我们富标取为Taiwan Quite So Where 因为我们着重的是尊重自然尊重精神尊重生活化 工艺展以人与自然人与物件以及人与社会三个面向 展现出以工艺为介质的友善关系 开展当天圣逢双向元国庆晚会 除了向贵宾展示台湾工艺文化之美 也借此传递台湾工艺的精神与内涵 我自己在华府总共前前后后在著名代表处工作了12年 那曾经有一年的时间我也在负责管理这个双向人 那所以其实我知道那个地方对于台湾的整个历史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 那以往对我们外交工作人员是强调它的历史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展览可以把我们的台湾工艺品带到那边去 刚好又是到时候会是我们的国庆酒会 可以让外国人是看到台湾工艺家的这个最棒的一个面数 而且不只是看到工艺产品本身 而且有一个前瞻性的 台湾可以把这个世界的这种艺术品带到哪个方向去 所以非常感谢所有的在场的工艺家 还有主办单位协拜单位促成这一次的展览 我相信这一次的展览会是未来诸多展览的第一部 这么好的展览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外交部也会希望说 能够把它带到不只是只有美国 我们希望能够带到更多的地方去 我这一次展触的作品是用金工红铜去锻造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作品名称叫《卓纳自在》 那其实就是像是我们台湾在 不管是创意文化生活族群 都是一个多元广阔的一个包容 那作品的理念跟灵感来自于大自然 对生活的体察体悟 那这个呢是在转化之后 我再去对自己去从心而上到心而下 去跟生活跟人文对话完之后 创造出来一个造型 那这个造型也希望透过这个造型 材质以及形象的这个呈现 让更多的人民们民众们 以及国内外的好朋友 能够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个文化的多元 还有创意跟生活的这个 无限的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跟包容性 人跟自然 人跟精神 人跟物件之间的三有关系 形成一种叫做Rain Talk 也意味着说 台湾的Crypt是如何的所谓 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台湾公益 那台湾公益是如何的美好 它的美好就在于我们尊重自然 尊重循环 尊重平衡 尊重生命力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设定的主题叫做 台湾Talk Green Talk 台湾Crypt Soware的一个秘密取向 我想这样的主题诉求 不只是物件 也不只是空间美化 也不只是视觉传达 传达是台湾的公益的文化的价值精神 文化的符号 以及我们的公益性 面对异后世界逐渐归位之际 公益中心也期盼 透过国际性的展览活动 让更多国外朋友 一睹台湾公益之美 了解公益品中 蕴藏的台湾精神 与实用美学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好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明料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金融市政府社会处今年特别以海客馆方舟一鹤 女船长简如婷担任金融市台湾女孩日影片的主角 呼吁社会共同提升女孩权益翻转职场性别的刻板印象 只要上网看影片按赞留言加分享就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 金融市政府社会处附幼级救助科 今年特别以海客馆方舟一号年轻女船长简如婷 担任金融市台湾女孩日影片的主角 没有忘记喜爱大海的她 选择从事动力小艇船长职业 克服职场挑战勇敢追梦 简如婷的家人也一同出席影片发表会为她加油打气 最大的动力我觉得是我的心 因为我知道我的心还是热爱大海 我不能欺骗我的心 所以后来我原本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就是传产的配电源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因为我还年轻 我可以再离开 再回到我的海洋 再给我自己试试看一次 所以我选择了再应征一次我的梦想 就是现在的草静方舟一号船长 但我觉得身为女孩 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勇敢的去组梦 走出自己想走的路 然后也要不放弃 对 也要有一颗坚毅的心 可以去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这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主办单位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特别发表基隆市台湾女孩日影片 就是希望呼吁社会 共同提升女孩权益 翻转职场性别刻板印象 我们基隆市政府为了翻转 我们性别的一个刻板印象 我们从109年就开始推动 我们的这些这个 拟力的一个发展 所以说我们109年开始 我们就都有拍这个宣传短片 我是女生我是船长的影片 将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基隆市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 粉丝专业发布 欢迎民众上网观看影片 按赞留言加分享 就有机会抽中财团法人 还与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 赞助最大奖项 平板电脑一台 以及基隆市政府准备的 环保矽胶密封袋 环保保温袋 和造型USB等奖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新一国小地下停车场 即将在10月底完工启用 配合停车场的出入口 基隆市政府计划将 新一国小前人行穿越道取消 对此金融市议员庄荣卿表示反对 另外庄荣卿也关心 爱一路机车停车场工程进度 交通处长苏仙之说明 因为工程发包屡次流标 爱一路机车停车场已经撤案 位于中正高架桥下的爱一路 机车停车场计划改建为 二层钢购停车场 金融市议员庄荣卿在咨询时 关切相关进度 对此交通处长苏仙之回应表示 因为工程发包多次流标 加上配合中二中山桥梁改建 已经确定无法在期限内完成招标 因此金融市政府方面已经撤案 因为发包还是非常的不顺利 然后另外考量就是 我们必须要先以中二桥中山桥的 这个施工为优先 那所以确实没办法在公务总局 它的前端计划的时程里面去 符合这个招标的一个作业 那后来的话大概经过审议委员会 因为我们没办法这个完成这个招标的话 那他就暂时先把所有的这个经费 他先就是这个案子的部分 他们就请我们先做一个测案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后续的话我们会再观察 就是说周边的停车的一个状况 政府任意寻找适当地点 批建机车停车场 经费没有办法保留来施作是很可惜 我想整个我们市区的机车停车位明显的不足 所以造成很多机车的 骑机车的市民朋友 有时候违规停车被开单 所以在这边也是希望说 那我们交通处既然这个爱一路的 配合机车停车场没有办法来施作 但是还是要找一些适当的地点 来设置机车停车位 另外地方期待多时的 基隆市信义国小校设计 地下停车场改建工程 预计10月底完工启用 配合停车场出入口 基隆市政府方面计划将 信义国小前行人穿越道取消 基隆市议员钟农卿在咨询时 特别表达反对立场 要将信义国小 仁爱国小的这个 人行班马线要取消 然后呢要改在仁和路137项口 我想在开会当中 包括仁爱信义 包括很多驱公所 包括交通队 包括本席 我想我们都反对 对此基隆市政府交通处方面 已经决定占卜取消 等启用后 试状况再进行调整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